要繼續看一看大綱 就是接下來星期日晚 十二點鐘 專屬直播 一齊就是預測 尼密浦對曼城這場 關乎英超冠軍的爭奪戰 記得要留意 還未做專屬會員的朋友 可以盡快加入 這條片下的詳情有教大家 接著我們就講歐聯的蔡侯平 先講多蒙特那邊 剛剛講了巴塞失了兩分 剛剛那條片講了 也就是說益左是同組的多蒙特 以及國際米蘭 哪隊贏到對手 就可以上到第二緊貼著巴塞 所以現在就講到多蒙特對 國際米蘭的蔡侯平 上次多蒙特為何會輸給國際米蘭 就是因為多蒙特不敢做全場壓迫 擔心國際米蘭 是會踢得對巴塞所用的 比一時間連結快攻 但是多蒙特不敢做全場壓迫 就搞到自己都少了進攻機會 不能夠放大國際米蘭 三五二九手必失的問題 而且多蒙特收縮在後面 也是會被國際米蘭可以用到控球賽去浪費時間 所以這次多蒙特再次對國際米蘭去主場位置的時候 終於都肯用回全場壓迫了 沒錯 開球五分鐘就真的因為做全場壓迫 而被國際米蘭打了第一時間的連結 打了快攻上去 馬天尼斯首部動作就放大了多蒙特的防守球員 阿簡治算是炸彈的問題 阿簡治頂中空氣 漏了個球 被後面的馬天尼斯衝上去 半單都搞定了 多蒙特一開球就落後 去到差不多完半場的時候 39分鐘 同樣因為多蒙特做全場壓迫 國際米蘭成功由自己的後場用快攻的方法 快速連結打上去 兼且組織是不錯的 成功協助了雲仙奴入球 上半場多蒙特已經落後兩球 多蒙特全場的壓迫戰術 真的引發了教練法夫爾最擔心的問題 就是被國際米蘭打快攻 但其實多蒙特做了全場壓迫之後 真的能夠減少了很多國際米蘭控球載的時間 是不會再被國際米蘭浪費時間 亦換取到多蒙特壓著國際米蘭來打的時間 這樣的話就可以大大浪費到國際米蘭的體能 埋下了國際米蘭去到下半場 不夠體能打不出去 而九手必失的伏線 所以多蒙特這次能夠贏回國際米蘭一仗的原因 就是多蒙特終於都是肯放開個懷抱 不會再船頭怕鬼船尾怕賊 輸快攻就輸快攻 用回主攻入回舊本 補回條數 實行以進攻取代防守 這樣當然就是用來對付352的最佳方法 多蒙特真是成功令到今天國際米蘭的第一時間連結是差了的 即是說其實國際米蘭上半場都算不錯 那些第一時間連結都起碼可以做到兩個入球出來 但是始終體能是有限 這裡稍後再說 而且先說回多蒙特上半場 其實已經做到一些破到密集的射門機會出來 只不過就是國際米蘭上半場 依然可以用體能去捱住 國際米蘭上半場算不錯 但是去到下半場國際米蘭的體能就真的開始頂不住了 去到下半場的51分鐘 國際米蘭都經意捱不住了 就是被多蒙特追回一球球 多蒙特就是首先靠全場的壓迫 搶回球回來 再壓著尼打 underlap插入禁區底線破密集 第二波傳中產生阿蘇拉夫的必入球 這裡就經意看到了 國際米蘭是開始不夠體能打出去 而去到63分鐘 多蒙特又是靠全場壓迫 搶到球去入球 兩球都是靠全場壓迫 國際米蘭後場釘間外球 剛剛進來的是這個阿卡莎 就是壓迫成功搶到球 立即出現到就是巴蘭迪禁區裡的機會2比2 今天入球的巴蘭迪 打回主角位 用了哈薩特細佬拉左邊 成功掩蓋巴蘭特不肯拉左邊的問題 同時可以繼續構成4231的結構 跟著 多蒙特繼續用全場壓迫 去壓制國際米蘭 攻勢就越來越凌厲了 三番四次進入禁區了 途中是見不到國際米蘭有反擊機會的 去到76分鐘 典型的90必失終於都出現 事關沒有反擊打出去 國際米蘭長期防守 沒有體能了 首先就是多蒙特用全場壓迫 三個入球都是全場壓迫 全場壓迫搶回球 繼續主攻著國際米蘭 你會看到的 後防球員的是這個阿薩拉夫 都可以45度角插入禁區直接入球 是後防球員 你就知道國際米蘭真的不夠體能到 連後防球員後上插 有這麼多時間給他們看著 都是不夠體能去跟著 多蒙特成功逆轉到 多蒙特今天成功逆轉到 完全解釋了一件事 就是今天的全場壓迫戰術 一定是好過上次輸給國際米蘭的收縮戰術 多蒙特今天雖然是因為做了全場壓迫 而搞到上半場落後了兩球 但是也是靠全場壓迫 在下半場入三球反擊對手 所以今天就真的可以把一句老套的說話 調回來講 就是敗也全場壓迫 但是成也全場壓迫 把這句說話調回來講 原來意義可以完全不同 上場國際米蘭對多蒙特的蔡宏平當中 我講過了 多蒙特的失敗 就是因為做了全場壓迫 而今天 多蒙特一做回全場的 不好意思 上場國際米蘭對多蒙特的蔡宏平 我都講過多蒙特的失敗 就是因為沒有做全場壓迫 多蒙特的失敗 因為沒有做全場壓迫 而今天 多蒙特一做回全場壓迫 就贏了 真的要感謝多蒙特的教練 法夫爾反省 剛剛說錯了一句說話 因為阿呂剛剛哭 就嚇一嚇我 因為阿呂哭 怕他不舒服 好,接著呢 我們就是講到王家馬得利 我怎樣都要講多些 或者講多 就是講一下王家馬得利 因為呢 為什麼呢 首先呢 要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我已經有兩場 就是王馬的西甲 蔡宏平是沒有做到的 有人問我為什麼呢 其實原因呢 只不過是小弟 真的不夠時間 最近呢 我已經做到很晚了 但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完 這一個呢 當然就是因為 我要分身去照顧我初出生的女兒 剛剛大家都聽到她哭的了 還有呢 我有時真的忍不住 是要花多些時間陪她玩 講些話給她聽一下 讓她不要那麼孤獨地成長 那我也明白了 就是工作的重要性 但是我也不想錯過女兒的成長過程 所以呢 當我呢 就有時見到 例如今次了 王馬主場對雷加利斯 以及主場對王家貝迪斯 這兩場的賽事 不是說找到很多話說的時候呢 那我就有時會偷懶少少 是將這些賽事合併下去 遲些的比賽一起講 例如今次呢 就是將剛剛那兩場的賽事 合併下去 王馬對加拉塔沙雷歐聯賽事 那裡一起講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下 好了 就開始講回王馬了 其實這三場的賽事 都有兩個共通點 哪兩個共通點呢 首先呢 第一個共通點 就是三場賽事 都是王馬主場 而第二個共通點呢 原來三場都是用 一個相同的進攻組合 左邊夏薩特 前鋒賓斯馬 右邊駱迪高 反映了 然後呢 就是斯丹似乎 經已找到他深水的進攻組合 其實這個配搭呢 都真是經已算是暫時最好的了 因為阿薩斯奧商就沒辦法了 那就選了這個 駱迪高去打右邊 首先呢 我們見到 賓斯馬哈薩特的默契開始建立到了 這個哈薩特的身形 都逐漸慢慢 慢慢 輕微地改善 問題呢 只不過是誰打右邊做陸業的 之前試過巴爾 但是呢 當然巴爾的合作性一般 都不是很聽話 另外呢 雲尼斯奧斯的整體意識 當然也是不好的 但是呢 另一個巴爾西的小朋友 駱迪高呢 踢球就合理好多的 那在這個巴爾 和阿薩斯奧商的時候 駱迪高呢 似乎這個選擇呢 就真是不錯 所以斯丹最近呢 就選了他試下打右邊 六頁二 慢慢看到有效果 就繼續溶下去了 那也就是結合了呢 結合了呢 就是以夏薩特為半主角為首的 4-3-3中短期進攻出來 這個結構了 賓斯馬就是中方 右邊呢 就是這個駱迪高 那就是黃馬的陣容出來先 好了 那斯丹呢 就是 現在呢 他建立到這個組合出來之後呢 他要做的事呢 就是等了 等什麼呢 就是等我默契的建立 那最終呢 就是形成了中短期進攻的破密集 過程當中 怎樣都需要默契的了 這個中短期進攻 不單止是 只是需要賓斯馬和夏薩特的默契 也都需要夏薩特和中場中的球員 全部都有默契 才可以的 因為夏薩特內切入去做半主角 是不可以只是靠賓斯馬的支點的 也都很多時是需要和中場球員做狀場 去協助夏薩特 進去這個中路的位置那裡的 那麼他不可以呢 就是自己 夏薩特一路呢 就是站死中路那裡呢 去等波動再轉身 在禁區頂做事的 這樣會變成天然老鼠拉龜的 他一定要首先拉左邊 再呢 就是尋找切入的路線 一路這樣撞牆進去呢 他一路要移動著呢 才可以拉扯對方後防線 這個是中短期進攻的一個叫做是 關鍵所在 而通常啦 這些連結呢 都是要用第一時間的連結的 那所以呢 都真是花時間去建立默契的 所以暫時來說 還未建立到默契是可以理解的 那這裡呢 都解釋了 為什麼呢 就是對著雷加利斯的賽事 一開波是需要用到明買明賣打開紀錄 而不是可以用到中短期進攻破密集啦 都是用回明買明賣啦 那之後才可以呢 就是打回反擊去大炒5比0 而去到呢 就對著黃加貝迪斯的時候呢 就不能夠再用到明買明賣打開紀錄的話呢 就一路都進不了球了 而哈薩特一開波的時候 那一下用個人能力入球是越左位呢 就變了那場賽事是0比0了 那但是呢 我們呢 都是可以見到呢 右邊做六頁的洛迪高 已經運作得好過巴爾和雲尼斯奧斯的啦 那就好像呢 就是這一場歐聯的賽事為例呢 就對著加拉塔沙雷這場賽事這樣呢 就是這個洛迪高大演武指氣法呢 是有必然的原因的 那開波三分鐘呢 那右邊的六頁洛迪高 那就經意入球啦 那麼就看到他呢 就這一下拿球之後呢 是能夠冷靜尋找到射門的位置 那麼就除了反映了他的個人能力是有之外呢 就是他已經開始適應倒打右邊這個位置啦 不過說到底啦 這次這個組織 就跟對著雷加利斯那場賽事來說 第一入球的組織呢 其實一樣的 都是靠馬塞路的名賣名賣 跟著呢 過程呢 都差不多了 是要很早領先了 才大炒對手的 而這次在歐聯對著加拉塔沙雷的第二球 也都是靠馬塞路的名賣名賣協助 洛迪高投除高門搞定的 也就是說呢 暫時屈住基線 不過都合理的 中短期進攻呢 還未完全練成的時候呢 暫時用一個名賣名賣去解決問題 也都是未常不可的 那黃馬今季現階段要做的事情 始終都未說要做到好像利物浦那樣的嘛 那利物浦現在是已經具備拿英超冠軍的條件啦 球隊明明有默契啦 所以如果只有名賣名賣當然是不合格啦 那但是黃馬今年才剛才埋班而已嘛 那今季來說也未必一定要說 拿到最關鍵重要的錦標才叫做收貨的 那所以呢 暫時來說呢 依賴著名賣名賣可以接受的 那慢慢依賴著拿著分先啦 那再慢慢給些空間自己呢 去練這個默契啦 那而且啦 斯丹似乎是經已快過盤古人為一步呢 是找到最佳的 是進攻組合 那大家都知道呢 巴塞那邊呢 還未找到 是甚麼才是 這個呢 就是巴塞的最佳進攻組合的 那所以呢 那一旦有盤古人在這裏的話呢 這個西甲的是競爭呢 當這個斯丹正常的話呢 就有回競爭力 就是有一個呢 就是競爭勝在樹的啦 那現在呢 斯丹暫時快過盤古人為一步呢 就對於爭奪的是西甲冠軍 都是有些幫助的 那來到這裏呢 希望這麽多可以幫助一下小弟啦 方法是按廣告 按廣告彈的廣告示範出來 播出有聲廣告片 這樣的話呢 才可以幫到小弟有些收入價 多謝先 那這裏呢 記得要訂閱啦 按鈴鐺啦 方便接收芯片通知啦 以及用25元的方法做頻道的專屬會員 多謝 那這裏呢 就是手機那裏啦 片的下底會有固定的廣告字印位置 記得要按內彈一些廣告示範出來 這樣才幫到手 電腦啦 記得要呢 就是關掉廣告程式去 發現電腦片的內裏有Banner 廣告片又邊有些廣告 記得要按內彈一些廣告示範出來 這樣才幫到手 而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呢 都會時不時在影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幫完廣告片之外 就還可以在廣告片的內裏呢 就找了廣告link 連結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右上角的 那我們呢 就是明天再見 拜拜